第六十九集 几名轻衣接引弟子 打量了叶琴神宝等四人的修为一下 顿时呢是失望的摇头 今年又没有得到一个天赋出色的 比去年呢还差了几分 难怪赵师叔脾气这么差 众轻衣弟子呢也不啰嗦 是每人带一名新入门的弟子 分头带他们去熟悉清泉风的环境 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的师兄 指了一下叶琴说道 你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歌店转一转 你叫我孙师兄就行了 我叫叶琴 还请孙师兄嘟嘟指教 叶琴愣了一下 立刻呢跟上了这位孙玉明师兄 这个孙玉明师兄啊 是一边走着一边谈着 指着清丹山脉各风说道 咱清丹门啊别的未必比其他门派强 但是要说这地方啊 却是占了最大的便宜 这清丹山脉是整个灵物山脉灵气 最浓郁的一个地方 甚至云雾之中呢都飘散着淡泊的灵气 这种宝地啊最适合种植灵草 我清丹门最早的一群祖师先行 抵达这片宝地之后 就在这里啊开垦田谱种植灵草 并将这里命名为清丹山脉 以此地为根基是一步步的扩大 最终呢是创立门派 传承了万年之久 清丹山脉有七风 每风呢都有不同的特点 我们清丹风啊最大的好处是山顶有一口瀑布飞泉 泉水中蕴含着些许的灵气 用来浇灌灵草那就再适合不过了 其他风呢也有不少的好地方 日后呢你就会慢慢的了解了 呃灵物山脉里的所有的修仙门派啊 没有一个门派能比得上 咱们清丹门更适合种植灵草了 叶琴心中是抑制不住的欣喜 倒不是因为他发现这里灵气浓郁 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清丹风上 几乎随处都可以见到的 种植着灵草药的田谱 就连宫殿阁楼之间的空闲地上 都开垦了出来 种上了大量的一些 他没见过的灵草药 这清丹风简直啊 就是一座药草原 随处呢可见草药 孙玉明师兄看见叶琴不住惊喜的 打量着四周 误以为他是在为着宝地而欣喜 顿时那是哈哈大笑 拍了拍叶琴的肩膀说道 叶师弟 这清丹风你就别做梦了 这里呢全是众伟师伯师叔们 居住修炼开坎 田谱种植灵草的地方 还有极少数蓝仪的核心弟子 也允许在这里种植草药 像你我这种练气气的弟子 又没什么靠山背景的 都安排在附近的其他矮山院 那些地方的灵气啊 要比这里差的很多 还有 所有的草药田谱都有阵法护着 你可别想进去碰那些灵草 一碰呢就会触发禁止 要是被抓住 掌门来了都救不了你 跟我来吧 带你去各店瞧瞧 孙玉明师兄呢是踏着青石台阶 上了宫殿 叶琴呢也是笑了笑 没说什么 宫殿前几根巨大的石柱 有几头凶猛高大的豹子呢 被拴在了这里 他们闻着了陌生的气息 猛的呢就朝叶琴扑了过去 张牙舞爪的是撕叫了几声 叶琴呢是吓了一跳 赶忙跳开 这几头灵豹啊 至少也都是三阶 几乎比得上是练气气九层的修士 他可不想挨他们一爪 好在这几头灵豹都被幽青色的铁链 给死死的拴着 挣脱不开 更无法靠近叶琴 但是他们的爪子呢 却在青岩石上留下了一道道极深的爪痕 孙玉明走在了前面 瞧了一眼那几头豹子说道 这是护山的花斑灵豹 开山门的 不需要理会他们 他们熟悉了你的气息 下次啊就不会乱叫了 叶琴小心地避开他们 心中啊是一阵羡慕 他以前在仙元城偶尔呢 欠过那么几头灵兽 据说这种灵兽啊 忠诚度是极高的 一旦认主是很难背叛 对敌时呢又憨不畏死 修仙门派 修仙家族都会训养这种灵兽 作为呢 看门护山之用 但是要养这样的灵兽 是消耗巨大 可不是容易的事 孙玉明带着叶琴 上了大殿的台阶 清泉风的主殿 清泉殿 这种地方是上亿药物的地方 只有筑基期修饰 才能有资格进去 筑基期以下的啊 想都不用想 所以呢 他们就绕过了主殿 前往各侧殿 纯宫殿 这里有许多 纯宫长老和师兄 可以指点修炼方法 法术心得 没事的时候啊 你可以来这里呢 和其他的师兄切磋一下法术 要是让传工师兄抽时间 指点你的话呢 那就需要花零食了 啊 这是藏书店 里面呢 都是书籍 积累了上万年来 本门所有前辈祖师 串写的书籍 啊 种类极多 呃 从其他门派收集过来的呢 也不少 购买书籍啊 呃 也需要零食 呃 气垫啊 里面都是各种法器 啊 灵气 少量的炼气的配方 都是本门师叔师兄炼制的 啊 放在这里出售 呃 单店 这里呢 有各种各样的灵丹 还有灵丹炼制的配方 呃 也是需要零食购买的 兽店 呃 这里呢 都是训练过的 真琴的异兽 这里的零兽啊 会出租 因为咱们这个水平啊 还不会预计飞行 但是可以租飞行 方便在各风之间行走 租用的价格呢 也不高 这个呢 就是送物店了 这里是处理琐碎杂物的地方 清泉风的侧店很多 各有不同的职能和作用 还有许多负责看管的职事弟子 孙玉明带着叶琴 是拜见了各店的职事 师叔师伯 以及一些在侧店跑腿的师兄 孙师兄安排的行程啊 有些匆忙 走马观花一般的 在众多的空店之间呢 是转了一圈 简略的说明了各店的作用 但尽管如此 叶琴还是看到了许多的东西 令他是为之一振 他有些疑惑的问孙师兄 咱们清单门除了练单 也会练气 这当然了 几乎所有的休闲门派 都会练单练气 只是侧重不同而已 咱们清单门也有不少 练气好少 不过呢 修炼的主要都是 木灵根和火灵根 所以只能是木系练气 和火系练气为主 其他种类的练气啊 则是很少见了 孙玉明呢 是笑着说道 门派内所有的灵气 法器都不会免费的供应的 必须用零食购买 嘿嘿 夜市地要是有家族的财力撑腰的话呢 可以直接掏零食 来购买这里的灵气法器 灵丹 咱们派内的灵丹 灵气不但品质高 而且呢 还较为便宜 但要是没有大家族财力支撑的话呢 那只能通过为门派干杂役 来获得零食了 我看夜市地似乎也不像是出身大家族的人 要想在门派内啊 能够长久的待下去 最好还是为门派干些杂役 每个月呢 都可以挣到不少的零食 其实纵使大家族啊 也不能随便的挥霍的 他们呢 也会破产 修炼之道啊 还得靠自身努力才行 夜市地还年轻 努力一把啊 说不定有机会能助记 夜勤淡淡的笑着 看来这位孙玉明师兄 只怕也是一名普通的散修出身 语气之间对那些肆意挥霍的家族修士呢 也有些瞧不起 而夜勤呢 是一个炼气器五层的修士 在这清丹门啊 几乎是垫底的修为 找不出几个比他更低的修士了 他心想得想个办法 尽量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 获得炼丹配方和灵草的种子 将修为啊提升上去 才是当务之急 诶夜师弟 发什么愣呢 我跟你说个事 宗物店里面能安排杂役的事情 这领杂役啊 也有门道 虽然是师伯在掌管 但是他们平时啊 都未必会在 所以啊 都是一些师兄们在负责管理 你悄悄的塞给 那里的师兄呢 一两块下品零食 那里的师兄呢 自然就会给你安排 能挣钱 而且呢 还轻松的好差事做 不过这种事情 咱们师兄弟之间心知肚明就行 可千万别让管事的师伯给发现了 多谢孙师兄提醒 叶琴笑了笑 孙一鸣哈哈笑着 直赞叶琴的觉悟高 舍得小钱才能换来大钱 他给叶琴传授了不少 类似于这种的门道规矩 最后呢 才带着叶琴来到了宗物店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千元 宗物店 除了安排日常的杂役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安排新入门弟子的住处 这住处自然有玄妙的地方 清单门弟子的住处 跟他们种植田谱的地方 通常是在一个地方 清泉风周围的大大小小的山丘 多达数百座 灵气浓郁程度有明显的差异 而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 这些山头上的灵草栽种的效果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孙玉明领着叶琴进入了宗物店 这宗物店呢 有十多名执事的弟子 孙玉明直接带他是 找到了一名胖胖的王师兄 给叶琴安排住的地方 两位师兄 师弟 我没什么钱 只能拿出两块下品零食 你们看着办吧 给我稍微安排一下就行 叶琴露出一副苦笑 从怀里拿出了两块下品零食 尽管孙玉明视线 已经给他暗示了一通 但叶琴是根本没打算 拿出过多的零食出来 别说他现在身上 并没有多少零食 就算有 他也不打算让别人知道 刺激的钱财 免得别人时刻给惦记着 他一个炼器器五层的修饰 可禁不起别人的惦记 于是拿出两块零食 这样既不会得罪两位师兄 也免得被他们惦记上 孙玉明还有那个王师兄 见叶琴只孝敬了两块零食 顿时呢有些失望 在清泉风周围 灵气浓郁的山丘 都是人人抢着要的 要安排一个稍微上档次的居住之地 少说也得给他们塞上十块零食才行 如果想要更好的 那付出的代价呢要更高 这才两块下品零食 这怎么安排呢 那胖乎乎的王师兄 朝孙玉明暗暗的是摇了一个头 一个穷修士没什么正道 孙玉明呢也是无奈 他也没有想到 这位夜师弟啊 这样一穷二白 是白费了他小半天的口舌了 不过叶琴既然给了两块零食 钱少他也是钱不是 这位王师兄啊 将一副青泉山地图卷轴 拿在手里输入法力 一副小型虚幻的青泉山附近地形 就出现在夜勤的面前 这虚幻地图呢是十分的逼真 是俯仇整个青泉山 呃在这上面挑一个地方吧 呃有红色点的都是有人站了 白色的地方呢 就是没人居住的地方 这卷轴上面的地方 全是灵气最稀薄的居住之地 夜勤呢 只给了两块零食 他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 他可以在这些地方上呢 任选一处居住 夜勤看了地图一小会儿 他发现有几座山丘之上 密密麻麻的几乎全是红点 有的山丘呢 却孤零零的数个红点 还有少数的山丘几乎呢 全是白色 这个地方吧 他指着一座全是白色的小山丘说道 王师兄是手掐法掘 飞快地在地图卷轴上 点上了一个红点 标上了居住者的姓名 那个红点方圆一里之内 从现在开始啊 已经归夜勤居住了 孙玉明带着夜勤熟悉环境 安排好住地之后呢 是匆匆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夜师弟 我忙着准备半年之后的小笔 就不陪师弟了 你也差不多熟悉这里的情况了 剩下的自己去做吧 多谢师兄提点 夜勤呢是十分感谢 这位孙师兄足足花了小半天的时间 带他逛了各处的大殿 如此的热心 他心中确实感激 孙玉明脸色一红白手说道 别客气 我这街引呢 也是为门派做杂物 每年呢都可以做一次 有一块零食可以拿呢 这可是个小肥虚 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来找我 不过只限半个月之内啊 过了半个月 我可就没时间了 年底的那个小笔啊 实在是太重要了 那我就不打扰孙师兄了 对了 这个小笔是什么 小笔大笔是咱们清单门最隆重的盛会 咱们是每三年进行一次小笔 笔拼 种植树 炼丹树 斗法 这三大象 八千炼器弟子啊 都有资格参加 每九年进行一次大笔 但是必须啊 是筑机器的弟子才有资格参加 小笔的前三百名有一份奖励 奖励的东西啊令人眼红 咱们这些练器器的弟子的前途全在这小笔上面了 师兄我参加的是种植树的笔式 当时你可要来给师兄捧场啊 不过你暂时是没有机会参加小笔了 年底就是小笔 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你现在准备啊 也来不及了 而三年之后呢 又恰好是大笔 筑机器修士才有资格参加 六年之后啊 才会再度的进行小笔 不过这样也好 六年之后啊 你也差不多种出不少的林草来了 有资格参加小笔的 孙玉明师兄解释了一下 就很快的离去了 叶琴来到清风泉的寿殿 租了一头温顺驯化的双头鹰鸠来乘骑 飞到了距离清泉风数百里的一座 名叫清竹山的没有名气的小山丘 这小山丘啊 有数十丈高 七八里方圆 山上呢 是长满了成片的铁青色的祖林 每一颗呀 都有手臂那么粗壮 长了不知道有多少年了 极其的坚韧 叶琴从英九上跳下 让他呢 自己回到寿殿去 随后他打开橱子 拿出了一个杯篓 里面呢 装着斧头 绳索 锄头等工具 就这样 他在清竹山的半山腰处 寻了一处稍微平坦的地方 就准备在这里砍伐祖林 该一间祖屋了 但让他惊奇的是 这片祖林那出奇的坚硬 繁铁斧头呢 竟然砍不动 一斧头砍下去呀 当的一声 撞出了点点的火星来 他是带了一下 将一柄下品金灵剑给拿了出来 用它去砍伐 灌输伐器是一箭砍下去 也仅仅只是砍断这坚硬的 竹子的三分之一而已 他是费了好几天的功夫啊 是好不容易才砍断了数百根的竹子 将族叶呢是砍掉 用这些族子搭建了一座简陋的族屋 他又在族屋前开辟了一小片的田谱 用来种植灵草 此时的叶琴是精疲力尽的坐在了地上 望着这座他费了好几天 才盖起来的小族屋是充满了成就感 他选择在这青竹山居住 纯粹呢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同门弟子 在这座山上居住 之所以没人愿意在这里居住 是因为这个地方啊是灵气少 过于稀薄 对种植灵草呢很是不利 他当时没有去管孙玉明和那位王师兄的 那副惊恶的神色 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这里 反正灵气浓郁的好地方 都早已经被同门师兄们给瓜分了 而剩下的地方灵气浓郁基本上差距不大 和别人共同在一座山丘呢反而不自在 那就干脆炒个最差的地方 别人呢也不会来打扰了 叶琴呢是自嘲的笑了笑 自己独占这座青竹山没人干扰 可以呢静心前修 至于这片地里适不适合种植灵草 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选了这块地方之后 他又去了一趟青泉丰的小集市 买了一包灵草药的种子 足足呢有二三十颗之多 很便宜的才花了三块零食 这小集市啊在大殿广场的附近 是青泉丰的弟子们自己建的 方便呢用来交换货物 构齐了所需要的物品之后 叶琴便在青泉丰的零售店 租了一头飞禽是直接飞到了这个小山头 竹屋也盖完了 田谱呢也开开了出来 现在呀就差种植灵草了 按照孙一鸣师兄的说法 清单门的每名弟子入门之后啊 都会分一块地 但是目前就主要靠着一亩三分地儿来过活了 门内的弟子啊也大多都是靠种植灵草来换取零食的 叶琴在他的族屋前树杖的田谱里 洒了几粒种子 浇上水之后 在田谱的西角呢 各插上了一面廉价的阵法小旗 上面刻有驱逐鸟兽的保护的阵法 免得呀被虫兽给吃了种子 这几面小旗的灵力是非常的弱 只能驱逐小兽用 好在这青泉山脉千里之内 几乎早就被前辈修士们是清理干净了 很少有妖兽出没 他也不用担心这灵草啊会被大型的妖兽吃掉 大部分的灵草最低呢要一二年 少则三五年 多则呢数十年 甚至有些需要数百年上千年才能成熟 年分越高啊 灵力要效率越强 自然呢也就越值钱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